第四度维托意念集思打造160平住宅 以全客制化概念规划五房三厅 搭配特殊材质与设计家具 打造出带有屋主识别的豪底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定制专属一家六口的精品豪宅 我们会先介绍玄关与客厅风格与空间规划 接着介绍餐厅与酒柜的设计 最后解析设计师如何将山水元素带入寝居空间 营造优雅的书面环境 有编于一般豪宅梯厅 设计师以宇宙间日月星辰的环形为灵感 镂空雕刻造型天花板 搭配钛金属与砍灯 象征延续家族情感的西纪 长行客厅引入采光与窗景绿意 电视墙使用木皮 琥珀镜 贝壳饰板 晶蹄裂纹石材 与钛金属翼材质混搭 全是利落精致的主墙设计 餐厅虽仅邻客厅 但天花板的同心圆设计界定了场域 星辰轨级雕刻与进口水晶吊灯 搭配大理石椭圆长桌 营造出新级艳客空间 备餐柜规划酒饮调制区与展示架 大方展现屋主的收藏品味 床头龙凤石如绵延远山 搭配刚一式的皮革刺绣白眉鸟西 将惬意的山水景致带入睡眠场域 两间男孩房分别选择宝兰和浅灰色调 添加孩子喜欢的棒球图腾 窗边设计卧榻 赋予空间更多生意 豪宅不止局限于风格与材料的层叠 念念集司张绍华与黄千柱总监 借由硬装与高端设计家具软装的巧妙结合 融合屋主收藏彰显豪顶尊贵品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客席 热纹